出口100亿国家 全球用户超过500万 我觉得要说到中国SUV这个全球客代表 那当然非这个奇瑞瑞虎魔术 那在这个家族下呢 有一款车型 它每一分钟呢 就有一台车 在全球销量出去 那当然呢 就是它旗下的瑞虎7这个车型了 投走了中国A5SUV就一个销款 那今天全新瑞虎7PLUS 做回的瑞虎7CBM 还有全新瑞虎7PLUS高能版 将闪亮登场 跟随我们镜头 一起来看看 最后哪些精彩场面呈现吧 来吧 2024年11月1日 奇瑞全新瑞虎7PLUS 全新瑞虎7高能版 油电双车全球上市发布会 与无狐隆重举行 全新瑞虎7PLUS 全新瑞虎7高能版 以及全新瑞虎7CBM正式上市 其售价分别为9.99万元 10.79万元和11.99万元 当前下定还可遵享五大购车礼遇 至高价值4万亿千元 以更低门槛轻松购车 同日上午 瑞虎7D100万辆 出口车于无狐港阳翻起航 标志着其全球累计销量 正式突破百万 这一里程碑不仅为新车发布 增添了特殊意义 更见证了其瑞 稳步开拓全球市场的坚实步伐 外观方面 全新瑞虎7PLUS 以虎威前脸搭配静耀钻石格栅 散发出自然王者气息 虎童林某大灯 深邃犀利目光如具尾部的 浪影层叠流光尾灯 由74颗LED灯珠构成 如海浪般光影 交错全新瑞虎7高能版 和全新瑞虎7CBM的造型 时尚而颇具科技感 虎月前脸与雷霆展翼格栅相结合 展现出如虎天翼的气势 虎童数字日行灯 采用数字矩阵设计 将虎童神态与数字科幻相融合 令人过目难忘 环抱虎爪式大灯 由83颗灯珠构成 与虎童数字日行灯形成呼应 威慑力十足 内饰部分 全新瑞虎7PLUS 搭载全景沉浸质感座舱 红黑壮色内脸克制 而不失雅致 水晶钻石换挡把手 于细节之处间隔调 24.6寸曲面沉浸环绕屏 64色氛围灯与NVH隔音紧密玻璃 共同打造出沉浸式驾程体验 全新瑞虎7高能版和全新瑞虎7CDM 则以极简飞行座舱 实现精密逻辑与严谨秩序的结合 突出自然质感的和谐氛围 让用户在旅途中竟想惬意 作为同级 唯一叠加全球安全标准的中国品牌SUV 奇瑞瑞虎印钢全球最严苛碰撞测试标准 成为中国品牌中第一个通过ANCAP 新标准五星安全认证的车型 全新瑞虎7PLUS 全新瑞虎7高能版油电双车 以安全冗余为核心理念 实现全方位安全防护 全新瑞虎7PLUS搭载1.6T加8AT7DCT动力组合 平顺稳定 性能更强劲 全新瑞虎7高能版 采用昆蓬1.6GDI加7DCT组合 通过高效集成技术实现动力与油耗的高度平衡 为注重燃油经济性和驾控感受的用户提供优质选择 而全新瑞虎7C DM则配备昆蓬1.5TJDI与超级电混DHT系统 以世界级混动技术实现油电双区 开启节能新时代 全新瑞虎7PLUS凭借同级独有8AT首次一体变速箱 拥有145千瓦最大功率290牛米最大扭矩 银百加速达8秒级 随时随地提供充沛动力 全新瑞虎7高能版配备同级含有全场景自研制控四驱 其种驾驶模式轻松应对各种路况 带来强大安全省油的驾驶体验 全新瑞虎7C DM以昆蓬C DM超能混动为核心 配合1.5TGDI高效混动专用发动机 极限实测综合油耗2.6升 实测续航超1840千米 实现长续航高节能 三款新车不仅进一步延续锐虎家族的全球化基因与品质承诺 展现其锐在设计性能安全等方面深厚积淀 更进一步落实油电协同战略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未来其锐将继续秉持以用户为中心造车理念 以全球标准和创新技术 为用户带来持续进阶的出行体验